您好,欢迎你走进包头Web开发课堂 这节课的学习主题是静态文件请求 404错误与URR转向在包头空架当中的实现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节课学习的主要内容 包括返回网站当中的静态文件内容 如何让客户端强制下载文件 也就是当浏览器打开这个链接时 它不是打开文件,而是下载文件 指定404页面 当网站页面找不到时 我们指定404的页面是什么内容 最后我们学习URR转向 首先我们来看返回静态文件内容 在一个网站中有很多静态文件内容需要返回给客户端 比如图片、更迭样式表文件 和JavaScribe的脚本文件等等 在包头这个框架中也提供了返回静态文件内容的功能 返回静态文件内容 它的基本实现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在业务函数中 Return就是返回 返回什么呢? 一个StaticFile这个函数所产生的对象 然后跟上这个返回的文件名 以及这个文件的相对路径和返回的这个类型 当然这个类型我们有时候也可以不写 包头会自动根据文件名来猜测类型 返回给客户端 下面我们来看实例 首先我们将包头框架所写的这个程序 基本的Web服务器程序定层一份 供我们测试使用 将它的名字修改为 首先我们在导入 凡硕中增加StaticFile 比如我们在这个根目录里面 修改装饰器 我们用动态路由 获取文件名 在业务函数中 添加参数 返回StaticFile 对象 作为这里面的文件名 使用FileName 这个变量 也就是从动态的路由当中 获取的这个文件名变量 还有一个root参数 是必须提供的 也就是如果当这个File 也就是我们请求的精彩文件 在网站的根目录下 此时呢 我们这个root可以为空 保存文件 此时我们模拟请求Test.jpg 这个图片文件 启动服务器程序 打开浏览器 测试这个服务器程序 入地址 我们测试的是网站根目录下的Test.jpg 我们看到 就是将这个静态的图片文件 返回给了客户端 这就是 这就是 利用 包头这个框架 给客户端 返回静态的文件 当然 除了返回静态的 图片文件以外 我们还可以指定 返回 增结样式表文件 以及 JavaScribe的脚本文件等等 包头这个框架 所提供的静态文件 服务 我们一般是在网站开发阶段 用来测试网站 测试用 如果 将这个包头所开发的 程序 进行部署的话 这些静态文件 服务 一般应由反向代理软件 来进行实现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在包头这个框架中 如何实现强制下载文件 强制下载文件 实际上呢 就是 返回静态文件内容 所以 它也使用 StaticFile 这个函数 在StaticFile 这个函数中 和返回静态文件内容相比 需要多提供一个 download参数 只要我们提供 download参数 那么 当浏览器访问时 它就会提示文件下载 download参数呢 有两种设置方法 第一种呢 就是直接设置为处 表示 用服务器上的文件名 进行保存 也就是当客户 访问的时候 这个文件名 保存的时候呢 和服务器上的文件名 是一致的 那么如果 我需要将 服务器上的文件名 进行重命名 给客户进行保存 也就是不一致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 在download参数 提供的是一个 新的文件名 就可以了 下面 我们来看 强制下载文件的 实力 我们使用装饰器 这个下载我们就直接用DL 这个路径就可以了 同样呢 我们用file name 作为收到的文件文件名 将它匹配到file name 在这个变量上 定义业务函数 它的参数仍然要有file name return static file 返回静态文件内容 这里我们将静态文件放在网站的根目录下 所以呢 直接root等于空 首先我们用download 等于tool 来测试一下这个程序 保存这个程序 打开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 访问下载地址 我们看到这时候呢提示我们保存文件 也就是强制用户下载 而我们下载的呢 应该是文件名 因为这里download等于tool 所以呢和服务器上的文件名是一致的 就是test.jpg 这个地方有提示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取消下载 假如我们需要在客户端更改文件名 这是呢 比如我们可以将tool修改为 一个新的文件名 保存文件 再次访问 我们看到此时我们这个文件的名称 修改为demo.pq 这就是在bottle框架下实现下载文件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看bottle这个框架 默认情况下是如何来处理 找不到网页这个问题的 比如我们随便输入一个网址 这个URL地址在我的服务器上 没有这个地址 当我们访问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里会有一个提示 404.5 而且呢这个页面的内容 就是一个直接的404.5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用户在访问这个网站 这个当网页不存在的时候呢 要给它一个优合提示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分析错误呢 给它进行转向 或者是呢 将页面中显示一些提示性的内容 它的基本实现方法 就是导入error这个装饰器函数 然后呢 我们利用这个error装饰器函数 来装饰一个业务函数 这个业务函数呢 就是返回森林区错误的提示 然后呢 业务函数的参数列表中 最需要包含一个接收错误值的 这么一个参数 下面我们看一个实例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装饰器 导入 error这个函数 使用 error这个装饰器函数 指定 试零次错误的处理方法 定义业务方法 我们直接返回一个信息 就是页面找不到的信息 这个字符站呢 可以随意指定 比如我将它指定为 下面我们保存这个程序 我们仍然访问一个没有的URL地址 好 我们看到这个提示出载了 当然 你也可以将404界面 装点呢 非常漂亮 这样呢 就只用一个URL提示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学习 包吐这个框架中URL转向的方法 在包吐这个微框架中 URL转向 就有两个可以使用的函数 第一个呢 使用About这个函数 转向呢 某一个错误 就是其他一个自开头的 这样的错误状态 然后呢 一个提示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要用Direct 来转向其他的URL地址 下面我们来看实例 首先我们仍然定义一个装饰器 这个地址我们使用 About来测试 定义业务函数 在一个函数中 直接调用 About这个API函数 比如说我们让它转到404 其他一个信息 所以这个About它属于API函数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 Bout当中导入它 保存这个程序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这样呢 也就是当我们访问 About这个URL地址时 它会自动的直接转向 和明器页面 也就是还是这个页面 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在业务函数中 来调用Direct这个函数 进行转向其他的URL地址 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登录页面 如果登录成功 就转向首页 否则的话呢 我们让它转到 定登录页面 首先 这里面呢 我们没有定一个分的 就是首页 在这里面 我们先定一个首页 这个首页的结果函数 随便返回这个 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转向的 就是用于转向的 登录的URL地址 现在我们用动态的URL地址来过去用户的姓名 定义业务函数 在业务函数中添加Name的参数 如果在动态URL地址中配到的用户名是ABC 这时候呢我们让它转向首页 如果不是ABC 我们让它转向 还是登录这个地址 现在呢由于这个Direct也是IPS函数 所以呢我们仍然在高度中首先要导入它 保存这个程序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比如我们用Login后面跟上ABC 我们来看一下的结果 我们看到当你输入这个动态地址的时候它会自动转向首页 那如果不是ABC 比如说Aaa 您看到它会自动的转向Login这个URL地址 但是呢Login这个URL地址呢 它由于后面没有提供名称 所以呢会自动的转到404页面 就是说无法访问这面 在结束这节课之前 我们来看上节课留给大家的作业 也就是我要实现的学员管理系统 学员管理系统中这些URL地址 这查评的URG 这些都是查评 通过呢用户的ID 用户的姓名来查评 查评分数 查评个人的情况 这些呢都应该是动态的URL 所以呢我在这里面 定义了动态的URL 我们首先打开项目文件夹 这个manageR这个程序文件 就是我定义好的 这里面呢我们看到 有的呢需要对SID 这里对SID展换成了整形 那这里面呢对ID 就是没有进行展换 还有呢对分数展换成为普典型 这节课的作业 就是第一 实现网站的精彩文件服务 这里面我要求你实现 可访问项目目录中 CSS文件夹中的 点CSS文件 就是样式表文件 那么这样呢你的网站 就可以具有样式表了 第二个呢就是可以访问 RMG文件夹下的GPG文件 这样呢你的网页当中 可以添加一些图片 来美化你的网页 第二个呢就是为你的网站 增加四零四界面 这个四零四界面 你可以自由的设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